好 不过说到流感疫苗 台中家长就要注意了 这个流感疫苗接种又有新的政策了 原本从10月20号 台中市卫生局是订定了 每周二 每周三 是卫生所的复幼接种日 不过因为目前这样看下来 疫苗量又减少了 所以从11月2号起 6岁以下的幼童 只可以到卫生所施打 医院跟诊所都不再提供公费流感疫苗 我们也为您整理了 北中南目前 高雄市都还没有任何的限制 至于在台北的观众朋友要注意了 每周六是有额外门诊施打 流感疫苗开打将近一个月 台中市公费流感疫苗接种有新政策 6岁以下孩童原本可以在医院 诊所或卫生所施打 11月2号开始变成只能到卫生所打 新政策上路前三天才公布 有家长姆萨萨状况外 下礼拜一开始就是在卫生所 是哦 希望就是小儿科诊所都可以施打 我们比较方便 家长认为卫生所不像诊所那么多 改带孩子到卫生所接种较不方便 卫生所压力应该也蛮大的 这个月20日台中市卫生局定定一个附幼接种日 鼓励入学前幼童及六个月内婴儿父母 每周二三可以到卫生所优先接种工费流感疫苗 原本还有327家合约院所也提供幼童接种服务 不过现在改成幼童只能在卫生所施打 台中市卫生局解释是因为工费流感疫苗数量变少了 为了保障六岁以下孩童接种的权益才会做这样的政策修正 至于高雄没有限制幼童施打的场所 医院诊所卫生所都可以 而台北市则是联合医院12区院外门诊部皆可施打 华视新闻王山杨宗颖台中报道